公正党主席纳都斯里安华入柄上诉庭 要求撤销第二宗基监罪名的申请 有了最终判决 上诉庭三司 纳都李瑞生 纳都阿布巴卡和纳都苏邦里安 今天一致裁定驳回当事人诉求 维持高庭原判 法官指出即便辩方证明了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 将950万令习会给安华第二钢交案外聘首席主控官 丹西里沙菲宜也和法院的裁决无关 应对上诉庭和联邦法院的裁决 是由法官独立作出无关汇款 安华市在5年前也就是2017年6月入柄诉讼 并将政府列为答辩人 认为自己在基监案上诉中没有获得公平审讯 政府随后基于诉讼琐碎 而认为对方在滥用司法程序而申请撤销 同一年11月 吉隆坡高庭以安华诉讼每礼句为由 批准政府申请撤销安华的诉讼 安华随后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2018年5月安华获得博家元首特赦 Membawa perubahan 我们下期再见